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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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允许 任何人不得靠近 成是谁呢 明镜 新丹气 二长老他 他出去了 难不成跑了 他儿子都被我宰了 我绝不相信他会这么灰溜溜地逃走 还是得想办法 林景 你这家伙 前段时间跑哪儿去了 我还以为 你 你居然踏入金丹境了 怎么会这么快 出门在外 装上了一点机缘罢了 我怎么感觉 你的金丹气息浩瀚无比 比我墙上好多啊 你结丹的时候 运转了多少个小周天 三十六个 三十六个 我从未听过 有人结成运转圆满小周天的金丹 只是运气好而已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要跟你说 我回来的路上 遇到了李无天 李无天成了血魔之躯 难怪 难怪咱们宗门边上 有几个凡人的村子 人全都失踪了 我爹还派人去调查 结果什么都没发现 关键是李承志 李无天成魔 肯定和他爹脱不了关系 那家伙 本来就勾结外人 试图跌覆宗门 不行 这事太严重了 我得赶紧去告诉我爹 至于他信不信 只能 希望他能看清了 啊 还有 李承志现在肯定恨你入骨 你千万别再一个人出宗门了 你 这话 其实我想你也不需要我提醒吧 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 你连住机都不是 现在居然结成了圆满的金单 我都快要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这不是好事吗 我越强大 便越能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那 被保护的人里有我吗 这 这 当然 包括你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开心的话 好了 别盯着我傻看了 我现在马上回去警告我父亲 当然 你干掉李无天的事 我会暂时隐瞒 你可千万别一个人乱跑了 嗯 好 好 这里 依旧是一片虚无啊 那个巨眼不在了 这次看来 似乎是安全的 但 这片意识空间 难道就没什么线索了吗 这是